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孬嘿嘿嘿,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今天,我们来揭秘售货原寺胞胎的秘密,废话不多说来吃狗出发发发发。 想了想还是传送更香耶丝莫拉,让我们先传送到游乐园。 其中三个小姐姐在游乐园,勾勾勾勾前面的摩天轮有一个。 嗯哼啊,人呢?原来在上面呢藏得挺深。 摩天轮售票员,紫色头发的记住了,货会要烤,先来个彩虹屁带她去便利店,跟我走吧,现在就出发。 嘿嘿嘿,把它们弄到这里结合,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你的姐妹。 第二个售票员在跳楼机这里,不会还有人不知道跳楼机吧? 不会吧,真的不会吧,就是这里了。 一顿彩虹屁,带她回去。 嗨,你也给我在这里等着。 哈哈哈 耶丝莫拉,我去找下一个姐妹。 就是前面这个了,应该叫什么呢? 过山车。 不会有人不敢玩过山车吧? 对不起,我就不敢握哦。 小姐姐呢,我看不见了。 我勒个去 眼镜长哪去了 这是个黄头发的小姐姐记住了 跟我走吧带你回家 你们姐妹几个终于聚齐了 哦不对 里面还有一个差点忘了 我不买东西 快出来 姐妹四胞胎终于齐了 小伙伴们还能分清楚吗 蓝头发是干啥的 紫头发是干啥的 应该没有人能记住吧 因为看样子 他们可是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衣服也一样 除了便利店的小姐姐 其他人全都是粉红色 连背影也是一样的好神奇 所以我猜测 这四个小姐姐是四胞胎 不然不可能一模一样 头发是为了区别 才弄得不一样 不然就算是家里人 也容易搞混 他们都没有好好学习 所以只能当个售票员 耶稣莫拉好好学习吧 小伙伙伴们 放大看一下 其实他们的表情很不一样 黄头发小姐姐一直眨眼睛 儿子头发的就很单纯 有一些细微的差距 靠近才能看到 剩下的两位小姐姐也是一样 小伙伴们 你们看出来了吗 还有就是和猫老大的关系 有三个人在游乐场工作 总所周知 游乐场是猫老大的地盘 为什么便利店小姐姐不过来一起呢 我猜测 这家便利店应该也是猫老大的 统一的服装 但是颜色不一样 对应着不一样的工作 所以四胞胎姐妹都是猫老大的员工 以上纯属猜测 不喜误喷 有想法的小伙伴 欢迎评论区补充 点关注 不迷路 我是小猫耶斯莫拉